台湾的国民保险率是99.8% 为了庆祝108年双十国庆 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于八日晚间 在帝国饭店盛大举行庆祝酒会 其中日台交流协会会长大乔光夫 日华肯会长古乌龟斯也都出席参加活动 安倍晋三母亲安倍杨子也连续三年 到场祝贺 现场来宾多达1700多人 我们因为这个是比较大 所以打赢我们的 安倍的妈妈来 我们也是 我们也推荐掉她的她一阵 因为她年纪也大 她就做她 我们要去看医生 现场停至此时 首先表示台湾与日本 皆为自由度高的国家 双方是共享相同价值观的伙伴 地方交流 民间交流与善的循环是台日友好关系的三大支柱 也希望台湾可以早日加入CPTPP 加强经贸合作 日本中华联合总会会长林月里也带领嘉宾一同举杯庆祝 晚会也在最后的调酒表演之下圆满落幕 台湾新闻 台湾新闻东京报导 安排 老师 都在联合 地址 感谢观看